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8號 禮拜四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國會代表團在5月18號訪問倫敦 展開三天的會晤 他們會遊說英國政客、官員和科技公司 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外界認為英美聯手抗共 將會對全球產生深刻影響 有觀點認為普京即將出局 接下來美國將會對中共出招 西方和中共博弈將要展開 據政治新聞報導 這個由10人組成的兩黨小組 將和英國政府部長、官員和國會議員 會面共同討論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敵對活動 代表團將由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爾 Mike Gallagher 率領 他此前曾將中共描述為 我們一生中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小組的議程包括 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主持下 美國與英國議員 展開針對中共的討論 美國議員還希望 和包括谷歌在內的倫敦科技公司代表舉行會議 此外雙方還安排了一個由右翼致富聯合舉辦的安全論壇 加拉格爾在一份聲明中說 中共的侵略是全球性的 美國與英國面臨中共帶來的共同經濟 軍事和意識形態威脅 為了我們的國家和世界的自由 我們必須攜手合作 共同抵制中共的技術導致 統戰工作 跨國鎮壓和對我們主權的公然侵犯 路透社報導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執行董事 德普爾·福德 Luke Deporford 表示 針對中共的英美跨黨派 跨大西洋對話 從未如此重要 雖然川普和拜登政府都表示 想要英美聯合抗共 但這個對話並沒有真正實現 現在是一個開始糾正這個問題的機會 目前普京面臨全面毀敗的局面 而北京也看到這個局面 低調派出理會去調停俄烏站 不但如此 還拉上非洲六國總統要救普京於水火 路透社報導稱 南非總統拉·馬弗沙 在16日就表示 有六位非洲國家領導人 也計劃盡速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 來協助俄烏戰的解決之道 2日前 美國指控南非秘密提供武器給俄羅斯 並且南非還退出國際刑事法庭 所以美國和英國對非洲的調停計劃 表示審慎的支持 可見普京已經用上非洲兄弟 也顯出了絕境 有觀點認為 普京失利大勢已定 但西方還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政治現實 就是普京和習近平綁架了兩個大國 也就是說 他們還有能力動用相當的國力和民力 而這樣不僅給美歐帶來重大損失 也會給世界秩序帶來巨大挑戰 時評人梁經發文分析 美歐對中俄已經不再抱有幻想 而是做了最壞的準備 他認為西方一定要盡最大努力 疏離普京和習近平之間的關係 因為西方的政治領袖非常明白 後普京和後習近平時代的世界秩序 有可能是天下大亂的局面 因為普京的軍事泡沫 和中國金融的騙局都正在破滅之中 這兩個人自欺欺人 會導致極為嚴重的全球性後果 而他們絕不可能 收拾自己造成的爛攤子 因此 梁經認為西方和中共博弈進入到新階段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認為 拜登政府三大內閣部長出席聽證會 以及國會跨黨派的小組訪問英國 去共商對抗中共的大計呢 他都反映出一個趨勢 就是美國和盟友壓制中共的佈局 依然密羅緊固地進行之中 而且它的重點正在由此前的經貿科技領域 轉向一種全方位的領域 也就是說 美國其實仍然正在準備要出招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拜登政府 它需要確保中美之間不發生誤判導致失控 所以 採取了主動 來維持雙方溝通渠道的做法 在這裏面 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普京戰敗的趨勢日益明顯 歐洲的地緣格局 可能會再度出現重大變化 之前呢 美歐其實都已經有了想要乘性追擊 削弱中共野心的想法 也就是說這個中美雙方呢 其實都正在將俄烏戰爭 視為台海戰爭的預演和影射 如果說普京在烏克蘭這次反攻之中失利 這樣美國在印太區域 對中共的圍堵和壓制 將會更加有效 17日 歐洲絕大部分國家 以及美、日、加等大約40個國家 簽署了一份對俄羅斯追責與索賠的槍熱 這表明 西方國家已經認定俄羅斯最終會失敗 與此同時 中共軍方也感到危機 分析認為 如果俄羅斯戰敗 一定會加速中共的跨台 歐洲委員會17日在冰島舉行的會議上宣布 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 與非歐洲成員國 美國、日本、加拿大 簽署了一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的戰爭損失登記冊 這表明 西方社會已經做好了準備 要求俄羅斯賠償 並對俄國提起戰爭訴訟 歐洲委員會在16日的首腦峰會上宣布 這登記冊是要求莫斯科對成千上萬的受害者 和造成數十億歐元的損失進行賠償的第一步 歐洲委員會秘書長布里奇 響峰會第二天說 直至週三上午 我們有大約四十個成員國 已經簽署了追責與索賠的倡議 再加上世界工業七國集團的國家 這個登記冊的時間程序最初設定是三年 用來收集受害者的訴訟 並記錄任何人員或物質的損失 歐洲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說 它為俄羅斯侵略受害者的全面國際賠償機制鋪平了道路 歐洲委員會由46個國家組成 這次峰會非常罕見 因為這是歐洲委員會領導人近20年來首次集會 德國總理索爾茨16日在這次峰會的開幕式上說 在某個時候,俄國對烏克蘭的戰爭將會結束 有一點是確定的 這場戰爭不會以普京帝國主義的勝利而告終 因為我們將持續支持烏克蘭 直到實現公正的和平 另外,讓國際備受關注的是 烏克蘭在5月16日凌晨成功攔截了18枚俄軍導彈 其中包括6枚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大紀元專欄作家沈舟認為 這個遙遠在亞洲的中共配受打擊 因為烏克蘭目前有兩組外國者防空系統 而台灣已經部署了9組外國者 還有自產的天弓三型防空系統至少12組 因此,中共的導彈進攻很可能大打折扣 同時確底擋不住對手的反擊 而在烏克蘭即將大反攻之際 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聯合起來對抗中共 5月18日,美國國會代表團將訪問倫敦 由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撤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爾率寧 美國國會代表團將與英國政界人士、 官員和科技公司展開三天的會晤 說服他們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英國前首上卓威斯 17日在台灣發表演講時說 將會與北京發生正面對抗 要求西方對北京採取強硬態度 特斯拉還呼籲蘇納克 兌現他去年競選保守黨領袖時的承諾 將中共指定為戰略威脅 他還表示西方無法避免與北京的另一場冷戰 外界認為美英聯手抗共將會對全球產生深刻影響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 中共軍方也感受到危機臨近 中共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剛上將 週一在中共中央黨校的機關部《學習時報》上撰文說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 初步展現出混合戰爭新型態 集中表現為衝突各方綜合國力 戰爭潛力與軍事實力的全面較量 汪海剛說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 我國來自外部的打壓壓制隨時可能升級 他還說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壓制、圍堵、脫鉤、打壓和軍事威脅 因此軍事領域的風險性突顯 而向政治、外交等領域傳導 他的話表明中共已經意識到了他將面臨的危機 華爾街日報之前報導 俄羅斯是北京方面 在與美國及其盟友的激烈競爭中一個關鍵的夥伴 有分析認為 北京如果失去了莫斯科這個盟友 可能會威脅到中共政權 資深媒體人李利表示 若俄羅斯戰敗一定會加速中共的跨台 因為現在整個國際社會都看清楚中共的野心 實際上俄乌戰爭已經不是局限在烏克蘭與俄羅斯兩國 而是西方民主陣營與共產獨裁陣營的較量 如果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陣營 同時對付中俄 會與西方陣營帶來難度 所以普京戰敗後 會讓西方社會騰出精力 全力對付中共 這樣中共的解體也是指日可待 這個話許就是天象所致 俄羅斯在16日對基庫進行大規模空襲 烏克蘭方面表示 烏軍成功攔截18枚導彈 其中包括6枚 被搜極音速導彈 而俄羅斯國防部稱 他們的被搜極音速導彈 摧毀了一套愛國者防空系統 美國官員坦誠 愛國者可能有受損 但強調沒有被摧毀 但有意思的是 克里姆林宮在宣揚戰果的同時 今日卻宣佈 指控3名從事高超音速導彈技術研究的俄羅斯專家 面臨非常嚴重的叛國罪 每日電信報指出 莫斯科過去一直說 備搜極音速導彈是阻擋不了 而基庫的防空能力 首度受到備搜導彈齊發考驗 而且還成功攔截陸媒 不過美國官員指出 在俄羅斯空襲過程中 愛國者防空系統確實可能受損 但強調沒有被摧毀 官員表示正在評估受損情形 那將影響愛國者防空系統 是否必須整套撤離進行維修 或者走地由烏軍修理 烏克蘭目前一共有兩套愛國者防空系統 一套由美國捐贈 另一套由德國和荷蘭共同捐贈 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套可能受損 但撤出任何一套進行短暫維修 都可能影響基庫的空中防禦力量 另一名美國官員透露 俄羅斯導彈可能擊中愛國者系統的零件 愛國者主要有六大零件 包括發電機、雷達、控制站、天線、 發射台和攔截導彈 其中一至兩個主要零件受損 都可能迫使烏軍將系統暫時送出國進行維修 報導指出 外國者的雷達能夠幫助偵測遠程目標 但是雷達為了偵測威脅所發射的信號 亦可能會讓敵軍偵測到外國者系統的位置 對此時政評論學者張天亮教授認為 高超音速導彈一直是普京的王牌 俄軍密集發射18枚導彈 烏克蘭攔截非常漂亮 而這次攔截威懾力 會令普京和習近平都睡不著 因為普京的最大王牌就是核威脅 但如果導彈不管是陸機導彈發射 或是轟炸機發射 潛艇發射都會被愛國者攔下的話 這樣在常規戰中普京就不再是對手 連烏克蘭都打不過 所以對普京來說是深陷絕望 路透社報導稱 17號克里姆林宮表示 有三名從事高超音速導彈技術研究的俄羅斯學者 面臨非常嚴重的叛國罪指控 而這件案件在俄羅斯科學界引起震驚 這些科學家來自俄羅斯科學院 西伯利亞分院理論與應用力學研究所 他們的同事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說 被指控叛國的三位科學家是清白的 並說這些起訴有可能對俄羅斯科學造成嚴重損害 令俄羅斯在高超音速技術方面的進展倒退 信中提到 我們不僅為我們同事的命運感到害怕 我們亦不明白如何繼續我們的工作 但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今天說 他知道西伯利亞科學家正在為這些人辯護 但此案是安全部門的事情 近日,上海脫口秀演員李浩石在演出中引用習近平講話中的 作風優良能打勝著比喻領養的野狗遭當局打壓 近日事件持續發酵 軍方和黨媒紛紛表態猛批 分析人士認為,事件顯示中國社會如文革重臨 而下哪個官員也握緊時機表工 15日,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稱 接舉報,決定對上海少果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立案調查 17日官方通報調查結果,指少果公司及其演員李浩石 在5月13日下午同晚上連續兩場少果脫口秀 演出中出現嚴重侮辱軍隊的情節 當時李浩石在節目中說 來到上海收養兩隻流浪狗 嚴格來說是從住處附近的山上撿到的野狗 初見這兩隻狗正好追蟲鼠 而且好像炮彈一樣發射出去 於是內心閃爍八個大字 作風優良能打勝雀 非常優秀 牽著他們在上海街頭真是威風凜凜 唯一的問題就是 這兩隻狗的運動量太大 李浩石說完現場觀眾笑聲不斷 但這句作風優良能打勝雀 和他惹來了大麻煩 因為這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在2013年向軍方提出的口號 之後有小粉紅發文稱 你們這個破梗侮辱了人民子弟兵 隨後李浩石遭到封殺和調查 也連累他所屬的公司笑果文化 官方以違反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規定為由 對笑果公司沒收當時演出費 加罰款近1,470萬元 笑果公司還被無限期暫停 向北京所有演出活動 北京之春主編陳惠健表示 文革的時候一句話都可能會成為一個影射的罪證 習近平現在這個時代 文革的東西又復活了 現在這個社會的氣氛 政治氣氛已經有些與文革相似了 現在的中共軍隊是不能夠打仗的 但是他很懂政治 會拿著事件作為表忠的機會 日後在中國 好像脫口秀這樣的文藝演出 可能很難進行了 在中共專制環境下 中國脫口秀近年發展 就好像帶著遼靠跳舞 官媒多次警告 玩耿要適度 2月脫口秀演員辭職在北美巡演時 因為有批評中共當局的言論而招致報復 後來被封散 隨後這個舉報者被網友人辱出 是中共央視員工叫李天夫 官二代 此人還是北京曼聯球迷的頭頭 有球迷認為 李天夫舉報事件對他們是一種恥辱 下座 17日 上海嘉定公眾號 去年2月份發布的脫口秀視頻 今天突然響朋友圈火起禮 有網友評價 這樣的樣板戲一樣的脫口秀 肯定不會出問題了 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近期港府正在研究 與中國大陸設立固定的器官移植互動機制 引發了社會爭議 綜合媒體的消息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老寵茂上週透露 醫院管理局本週將率領移植專家前往廣東省交流 協助以定兩地器官互動機制安排 他還聲稱 大陸器官捐贈的資料管理系統非常先進 官方希望此行 可以加強香港器官移植界對相關系統的認知等 聯合早報16日報導指出 陸港跨境移植合作在香港社會引起不少爭議 部分香港病人和醫學組織的質疑 包括大陸和香港對死亡的定義不一 以及兩地對器官捐贈監察和運行機制不同等等 各方的最大疑慮則是大陸的器官移植來源問題 多年來,外界一直懷疑大陸器官捐贈涉及器官賣賣 跨境共享器官移植的消息也引起了一些港人擔憂 部分香港捐贈者會因為不願意將器官送往大陸而退出捐贈計劃 最終影響香港病人獲得器官的機會 去年12月,香港首次引入內地器官來港,進行跨境移植 據盧寵茂透露,今年3月訪問北京時 已就與大陸就器官互動機制定立初步方案 4月,亦曾到廣州參觀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 多年來,有關中國大陸強擇法輪功等良心犯 和維吾爾人器官的報導不斷 聯合國禁止號營委員會在2015年12月9日 要求對中共政府強擇包括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 中共政府一直以來持續否認該指控 但拒絕應聯合國要求公佈相關數據以反證 亦拒絕外國組織獨立調查的請求 國際人權機構一直質疑中國 每年捐獻器官數量稀少 與龐大的實際移植器官數量之間的巨大差異 目前,聯合國、自由之家、國際特赦組織 部分國際醫學及移植界仍持續要求中共當局公佈相關數據 並同意他們進入中國進行不受政府干預的獨立調查 以理清真相 而且過去十年,器官移植旅遊在中國輕盛 器官幾乎隨叫隨到 換神和買豬腰一樣容易、無需等候、快速配對的奇跡 中國器官移植量實際高於美國 國際醫學專家認為 中國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 甚至活摘器官庫 2016年6月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343決議 要求中共停止從法輪功等良心犯身上強擇器官 並譴責中國共產黨迫害法輪功修煉群體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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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